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万质牌系列节目 万质牌的话英文叫做Magic The Gathering 它是一个集幻式卡牌游戏 那么我最早入坑的时候是2012年 那么我计划的话是做100期的关于万质牌的节目 因为平时的话我在美国这边也是玩万质牌 那么只不过环境的话 我觉得没有国内的这个牌友多 那么更多的情况的话都是自己跟自己打 那么我手中的话有非常多的一个套牌 那么我的话也是喜欢这个收藏的一个卡牌 那么从今天开始的话我就来介绍一下 逐步介绍我手中的各种的卡牌 那么今天的话这是第一期 那么也是一个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一期 那么今天的话我要介绍的就是我人生中当中的第一套卡牌 因为我刚入坑的时候是在2012年的时候 那么当时的话是艾威心丛林 就是像复归天使 那么加兽是那个时代的环境 那么我的这张卡牌的话我非常的喜欢 那么这张牌的话是Naughty and Nice 它的话正好就是2012年我刚刚入坑的时候那个圣诞节 那么这是Happy Holidays 那这张卡的话是一张这个纪念闪牌 那么也是一个角外有特色 那张牌的话我记得当时我的购入价格的话是200多块钱 并不贵 那么应该是我非常喜欢一张牌 那么这个Naughty and Nice的话也非常适合这个圣诞节 那个时间的话一首歌 Naughty and Nice Santa Claus都会来这个成店里面给你送礼物 那么这张牌的话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那我们先把它放在一旁 好那么万致牌的话这套牌的话就是我人生里的第一套套牌 那么就是这个红黑啊 那么其实万致牌的话我们知道有这么几种颜色 有这个绿色白色红色黑色还有这个蓝色 那么其实我更加的喜欢的话呢是这个蓝色和黑色 那么高二牌的时候的话 由于这个年轻气壮嘛 那么我对这个红色的话呢是这个颇感兴趣 而红黑又叫做这个这个脏糊啊 那么是这个非常这个适合我当年那个血迹方刚手的性格 那这的话是我的套牌 我们那个显示手续我们打开来看一看 好了 那么这套牌的话呢就是我当年的这个玩耍的一套牌啊 那么我们看这个牌背 那么当时的话呢这个五色法术力的话呢 我是选了这个红色法术力的话 作为这个牌套啊 那么上面写这个magic gathering 那么这套牌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其实这套牌的话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是这个实力比较弱 但当时的话呢确实是一套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这个可玩性和较强的牌啊 好的 那么首先的话呢里面有这个简单的四张牌啊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每个种类的话呢 除了基本地的话 基本上只能有这个四张牌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呢是这个叫做这个坟场菩师啊 这张牌的话 它是一个生物 它是灵友 那么前面这个的话呢是这个攻击力 后面的话是防御 攻防的话呢是这个2-1 那这张牌的话呢 为什么比较喜欢 首先它是一个低费的一个生物 那么另外的话它是这个不能够这个当然确定的话 是它不能进行阻挡别人 那么当它进入坟场之后的话 如果你有灵友的话呢 可以把它的话从坟场里面继续释放啊 所以说的话呢 是一个基本上在坟场里面还可以继续使用的一张牌 那么一共是这个四张卡牌 也是这个当时的这个环境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风 非常有这个当年的感觉 大家处理一看的话呢 仿佛立刻穿越到这个12年前啊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这个首先的这个几个低费生物 好的 那么我们再往后来看 我们先拿一半牌了 好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第二个低费生物 也是一费的生物啊 叫做这个战木石石鬼 那么这个的话呢 应该是 我总觉得它的话呢 是一个这个这个女丧尸啊 上方这是生物 它的话是灵友 那么所以说的话 如果有它在场上的话呢 即使一开始出的生物在坟场的话呢 就是这个生物啊 那么也是可以从坟场的话呢 是慢慢的爬回来 那么继续战斗的 那么它的话是一个22的一个生物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上面写着 这个战木石石鬼需横置进场 它的话也是一个 既然是低费生物 那么那么容易出 所以说也是有这么一个这个限制 就是它进入场的时候 是横置 是不能够进行一个阻挡 那么这是一个第二套生物啊 是这个四张牌 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再往下 再往下的话 是这个血缩吸血鬼啊 那这张牌的画风的话呢 我也是非常的喜欢 那它的话是一无色和一黑 就可以把它出来 那么攻防的话都是这个一啊 然后牺牲一个生物的话呢 可以在上方放这个 它可以得到这个加二加二 直到回合结束 那么这个的话呢 也是一个不错啊 因为有它在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之前的 这个普世的话呢 进行一个牺牲 因为它还能再次爬回来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第三个生物 把它放在旁边 好 那么再往下的话 就是这个吉拉夫信拆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的话 当年我觉得 当年价格的话是35块钱 那么就这么一张卡牌啊 那么来看一下 那么吉拉夫信拆 它的话是这个 有三个黑材可以把它出来 那么它的话是这个领勇生物 攻击力是三 那么防御的话呢 是二 那进场的时候啊 需要这个横置进场 但是当他进场的时候啊 是目标对手失去两点生命啊 那么他只要一进场 就可以绷对方脸上两点血 那么还有这个不息的这么一个异能啊 那么当他死去之后的话 如果上方没有指食物 就是加一加一指食物 那么他的话呢 可以这个再次回到战场啊 那么是回场之后 再次绷对方两点血啊 所以说话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生物 那么他叫做这个吉拉夫信拆 好 我们再往后来看 好 那么再往下的话呢 就是叫做这个地狱骑士 那么地狱骑士的话呢 他其实是首先 他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是一个地狱里的这么一个 有点像这个哈利斯 那么他的话呢 是这个在地狱里面的话 是这个发威 然后他的话是生物 他是魔鬼 那么他的这个特点的话 就他是敏捷 就出场之后 我们知道一般生物这个召唤之后的话 是不能直接进行攻击的 但如果标注有敏捷的话呢 他是可以直接进场的话 就可以进行立刻攻击啊 而且的话 是每当一个你操纵生物攻击的时候 他的话呢 就是地狱骑士 可以这个对防御骑士造成一点伤害 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的话 是有三个生物 如果跟他一起攻击的话呢 是直接给崩对方三点血 他的攻防的话呢 是这个都是三啊 他的话是两无色和两红 可以把它出来 这是这个四张牌 好 我们再往后来看 那么这张牌的话呢 就是这个法肯大的豪族啊 那么这张牌的话 其实是之后的一个复刻产品 当年那张牌的话呢 我当时是已经把这四张牌给他卖出去了 因为当时的话是价格不菲 那么这个的话是之后的一个复刻 那么上方的话 这个是一个穿着这么一个白色的一个礼服 下方的话是这个血色的裙子 那是法肯大猴族 他的话是这个吸血果 它的话进行一个飞行 毕竟的话它是敏捷 它出来以后就可以立刻进行攻击 那么它的话呢 是这个两无色和一黑一红 进行可以把它出来 那么每当牺牲一个生物的时候 它会造成这个不息的异能 直到这个回合结束 所以说的话呢 如果它在场上的话呢 首先我们可以把它的话呢 是先让它这个生物的话 比如是让它的话 是这个牺牲这个吉拉伯性 那么回来之后的话 立刻可以帮这个对方两点血 然后呢 它还有这个不息 那么它的话就是说 虽然防御的只有1 但是的话 因为它不息的话 是不会死掉的 是非常的这个可怕的 因为这个生物啊 好的 那么再往后的话 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张牌 就是这个雷猴残虐 当年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么当时是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 是去这个天使卡牌店 因为我在北京最喜欢去的店的话呢 就是这个曲多卡牌店 那么第二的话 就是天使卡牌店 那么当时的话呢 是这个看到这张牌的话呢 是我非常非常的需要 那么这张牌的话 当时的价格的话 是120块钱 应该不应该是180块钱 一张牌啊 那我的话也是购买了两张牌啊 那么进行一个玩耍 那么它的话呢 是一个武肺的生物 三无色和两个红色 然后上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雷猴残虐者 那么是一个非常大的恶龙 它的话呢 是这个飞行 毕竟的话是敏捷 是一个无物的生物 我出来的话 就可以攻击对方 然后当它出来的时候的话 应该是对每个对手操控 且具有飞行技能生物的话 造成一点伤害啊 并且横置这些生物 也说到当它进行飞行攻击的时候 对方的这个天上的飞子的话 是不能够进行一个阻挡的 并的话是打对方这个一点啊 就是这个对方的这个飞行生物一点 那么这一点的话 其实非常关键 因为很多的这个造飞子 比如像这个游活啊 都是这个一一的这个这个token 直接把他们干掉了 好 我们再回下来看 好 那么这张牌的话呢 是我当时也是花了不少钱 叫做这个恶王者藏虎啊 那么这张牌的话 其实费用挺高 因为如果你这个这个数字 有三费出它的话呢 其实只能对对对方造成一点伤害 但是的话 它是有这么一个奇迹的这么一个费用啊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当你这个在死亡抓牌的时候 如果它是第一张牌 特地是只需要支付奇迹费用 就是说 如果你是这个三费来出它的话呢 就是支付三费 那比如说两无色和一个红 那么就可以打对方两点啊 那么这个的话是对目标 排手后以及操控的生物的 每个生物造成X点伤害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张牌啊 当年的时候是非常的厉害啊 叫做恶王者藏虎 那么再往后来看啊 那么再往后的话呢 是这个硫磺横击 那么这个的话是一张铁牌 那么是三费来出它 那么它的话是对这个目标 生物货的牌手造成三点伤 而的话是一张瞬间牌 那么即使在对方的回目的话 也可以使用这张牌 那么如果对方的话 有这个本会和有生物死去的话 还可以使用这个桑心这个技能啊 就是对对方的生物的话呢 和这个牌手造成五点伤害 那这个的就厉害了 基本上是点对方脸 然后对方的话基本就承受不了啊 好 那么再往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致热毛 那么它的话是一个两费的一个瞬间 那么对对方造成三点伤害 或者是目标生物啊 那么也是一个红烧的一个标配 那么当然是在这个T2环境里面 在毛灯里面的话 基本是没有人使用这张牌了 好 那么再往后的话是这个火炎柱 那么这张牌的话呢 当年也是挺好使的 它虽然是张铁牌啊 因为这个火炎柱的话 是一费可以使用 那么虽然是法术 但是它的话对目标牌 造成两点伤害 那么如果对方的话 因为伤害死掉的话呢 是将它放住 比如说像这个吉达付信差 如果用它点击的话呢 就是如果信差死掉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信差是否是这个 没错啊 两点防御 那么如果它是死掉的话呢 是怎么样 是直接把它变成放住 所以它是不会再这个回来战场了 那么也不会绷着对方两点 所以的话这个的话 是对付吉达信差的话 也是挺厉害的一张牌啊 那么是这个疑匪 那么它的话只是一张铁 是法术 好那么再往后的话 就是这些地了 那么这的话呢 是这个龙如山峰啊 那么叫做这个Dragon Scott Summit 那么是有这个三张牌 进场的时候的话 应该是这个横置进场 那么除非你有这个沼泽呀 或者是这个山峰啊 那么否则的话 它就要横置进场 那么它的话呢 是横置它 那么可以产生黑 或者是红的这个费用 那么在这个后期的时候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只要操控这个沼泽 和山峰就可以把他 这个放入战场 好 那么这个的话是血腥墓穴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这个 就是你这个烫自己 两点血的话呢 是可以直接把他这个竖着进场 或者横着进场的话呢 是不烫血 但是不能够产生法术的费用 那么这个血腥墓穴的话 它是这个既是沼泽 也是山脉 那么这个的话呢 当年的价格应该是50来块钱 好 那么再往后的话呢 就是这些这个基本地了 基本地的话呢 也是当年的这个这个牌啊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这个12年的这个出品啊 那么有这个12345678 有这个8张这个沼泽 那么还有的话是9张这个山脉 那么这套牌的话 就是我当年玩耍的一套牌啊 当年战绩的话呢 还不错 那么这套牌的话 当年的价格的话呢 其实是花了不少钱 但是这个一旦这个TR退环境之后的话呢 很多牌的话就变得不值钱了 但是的话呢 其实我还是非常的喜欢 也非常怀旧 那把它的话呢 再次收入当中啊 那么有的牌的话 当年留下来的 那么很多的话呢 是这个之后又把它再收回来 那么很多牌的话 比如这套牌 其实一样最为深刻的话 就是一个雷猴残忍者 再说一次 那么好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测评啊 那么这套牌的话 是这个脏红 那么这套牌的话 也是当年我差不多玩了 就有一年的这个时间啊 那么一直这个陪伴我 那么这么今天测评 那么之后的话呢 我会有这个100期的时间 来这个介绍一下 我曾经使用过这个所有的套牌 那我的话呢 现在主要玩的是这个摩登啊 那么偶尔的话呢 会玩一下这个新传 还有这个old school 我也有这个机型涉猎 那么之后的话 都会进行跟大家的这么一个介绍啊 好 今天这套牌 那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next time